其实江峰还有一件现身说法的大计划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今年有一个很大的计划 就是我们希望赴台做50场的宣讲活动 我们希望说把这么多正能量的部分往回去带 另外一个去收集他们目前所真正面临的一些困难 或者是疑惑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你推这一项计划是很有决心的 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意愿要推这一项计划 因为50场就数量不小 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在这边感受到政府这么多的照顾 包含我们就像说我们又是31条受惠者 那也在这边创业感受到这样的机遇 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些正能量往台湾去带 因为目前我们知道可能台湾青年朋友或台湾同胞 他们得到的讯息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台湾的媒体 那可能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媒体 并不是这么正向的在报道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是把另外一种声音带回台湾 至于什么选择 还是台湾青年他们自己的一个决定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只是一言堂 或者是只是单向的声音去表达一些意见而已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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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